早上这个景色雪山 在早上的阳光之下 非常的壮观 这样大家转一下营地 营地在雪山环绕的四周 我的右手边是录制之后的 office 昨天来的时间不好是感恩节 但索性他们是营业的 这边是一片草坪 那边有一个小木屋 我现在要去的是我身后的这个洗手间 跟洗肉水澡的地方 后边的话还有做食物的台子 洗衣房 或是衣服要洗烘干的话 找到有洗衣房的这种营地 也都可以解决洗衣服的问题 先去洗个澡吧 几乎是我见过最好的营地的洗手间 和洗澡的房间 这边是洗手间厕所 这边是待会我洗澡的地方 很暖和 投壁之后就可以洗澡 一个壁大概能洗几分钟 然后你想洗的越多呢 就多带一点硬币就好了 挖掉水来了赶紧洗 我把里边开关的灯关掉就可以走了 身体好暖和 转一转 那边是回收垃圾 这边是普通垃圾 后边的景色可以的 雪山云雾瀑布 那边阳光打过去 有一点优胜美帝的感觉 身后这个屋子是一个 庇护所的小木屋 进去看一眼 我们虽然是赶了一个秋冬季的淡季来这 但是好处就是 所有的资源都没人跟你分享 都是你的 屋子里边可以看书 有大床桌 休息的摇摇椅 还有一个fireplace 可以取暖 书 沙发 和书 娜娜应该喜欢这 风格是那种权力的游 中世纪的风格 洗完澡了 回去让娜娜准备好她的衣物 过来洗个非常舒服的热水澡 走吧 I can see the sun staring at you when you make that smile I'm moving closer to you now 老法师模式启动 去周边拍点长枪大炮的照片 通过佳能的 100-400毫米长焦的镜头 可以在贝拉库拉的营地内 抓拍到很多动物的瞬间 因为天空作美 早上的天气也开始逐渐的放晴 贝拉库拉的RIPRAP 营地 我觉得是超乎我们预期的好 无论是四周的景色 营地内精致的布置 还是方便的营地设施 都让我们所有人觉得 人工和自然条件的双份满足 这个RV 的营地收费 大概是正常就三十几块钱 因为我们是四个大人 所以才额外收费到41块钱 41块钱的营地有啥呢 它甚至在河边 它甚至在河边 这个景色整了一个观景台 有这玩意儿 有这玩意儿 大法师不得在这待一天啊 I don't need anybody I don't need anybody else No one will ever take me No one will ever take me away from you I promise I will hold on to you I don't know what I do You can take me high 今天是RLV 的第四天 差不多快中午了 离开营地我们去一个来回100公里的地方 去爬坡山 走吧 当然了 来到大熊雨林 每个人最大的期待 还是希望可以能够目击到这里的熊和野生的动物 这里的温带雨林气候和独特的地貌 即便是在深秋的季节 房车的窗外的景色也是美不胜收 一路上只是看着流动的风景 已经非常知足 不经意间 惊喜发生了 第一次离它们这么的近观察到它们 正在那边吃死掉的鱼的鱼骨头 它在那边 它就是在找吃的 一路看看有没有死在路边的鱼啊 我们将会比较近观察到最后 这是我第一次的近距离 接触到野生的熊 完全没有预料到 运气会这么的好 这只熊 把它在自然界中游泳 觅食行走 都在优美的景色下 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全套 人品太好了 也感叹 在这里的自然生态保存 是如此的优良 绝对的不需此行 意外的惊喜之后 我们前往了下一站 路过这么一个非常不错的Lodge 进来看果然是不得了 餐厅 小木屋 室内也有纪念品商店 望远镜 这个地方还提供直升飞机 上到雪山顶 去看冰川的直升飞机的服务 现在COVID-19 只对住在这儿的住客开放 住他们的这些小木屋的话 可以在这儿使用他们的餐厅 和享受在这儿非常平静的生活 我们只是路过 服务员还是很热情 他说你可以随便转一转 看一看 我们就转一转吧 Tweet Summer Park Lodge 只是路过 但实地参观之后 我们所有人都觉得相当的不错 如果只是来宁静的度假 住他三天 五天 一个礼拜的 是来大雄雨林特别奢侈的享受 度假中心 有自己的官雄的项目 定制的导游和雪山直升飞机等服务的项目 这么好的旅游目的地 赶紧记在了自己的小本本上 Fisher Campground 是我们接下来简单停留的下一站 这个营地公园 也是有可以观看到熊的区域 可惜10月份来这里 见到熊的概率并不太高 能闻着一些三文鱼的味道 但10月份基本上河里边的三文鱼都飘没了 所以熊不来吃东西 你也比较少概率能见到熊 最好来这边观察和看到熊的季节 9月份来的话会很不错 下午把贝拉库拉的七七八八逛的差不多了 准备返回营地 在路上我们就又又又又遇到了 走着走着又看到熊了 现在这个车还能跑16公里 也就是说马上就要没有油了 我们已经问过四五家加油站 都没有油加 现在开到最后一个希望 看看他们家能不能加油 这地方要加油很不容易 这故事上是神奇的方向在发展 我现在坐上了一位原住民老爷爷的 过来借点油 我们回到了 这是当地原住民老爷爷的车 特别热心 还把他们家的油桶也带过来了 就待会儿接好油 开他这个皮卡 再开回到我们一直在等加油的那个地方 这样借一点点油 装到油箱里边 希望能加上点油吧 我们用这种方式加了21升不到30块钱的油 然后直接回去给车加上油 其实这段我们怎么都加不到汽油的经历 远比画面当中 看起来还要更加的曲折 来看看今天一部分的照片吧 这一天我们幸运地目击到了两只熊 除了熊 大熊与林的自然景观 我真的可以给一个高高的分数 最后别忘了 后边还有娜娜的旅行日记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o then we went to Tweedsmer Park Lodge. We wanted to see the Great Bear Shallot, but it was closed. On our way back, we saw that we were running out of gas, so we went to the First Nation area to fill up our gasoline tank, but no one was helpful. But then a nice man came and helped us get gas for our empty tank. Then we gave the man some tips as a thanks. When we had enough gas, we went back and had slept, but I couldn't sleep because my dad was snoring too loud. so give me a sign . It's a bonus. faces were 特別不容易 太好看了 這麼一大片 找到一個大拐彎的地方 拍給你看 哇 太行啦 這我們看到第三隻熊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